大家好,我是小龙 今天是5月18日星期三 来看今天的科技资讯吧 今天有效医生华硕将在本月30号 在台北电脑展前日发布Zenfone 3系列新机 同时一段疑似官方的宣传视频流出 透露出新机将会有大中小三款 分别是Zenfone 3,Zenfone 3 Deluxe和Zenfone 3 Max 根据安兔兔曝光的配置图来看 其中一款代号为Z016D的机型 将搭载骁龙820处理器 4G运存32G的存储空间 前置800万后置2300万像素摄像头 消息还称新机价格将定在1699到1999这个价格区间 不知道小米5看了是否哭晕在厕所了呢 努比亚在上月刚刚发布了小屏旗舰Z11 mini 而旗下另一款大屏手机Z11 Max也已经早早亮相工信部了 现在努比亚总经理尼菲又在微博上放出了一张新机的渲染图 并表示这是一部更不一样更靠谱的大屏手机 好吧这一次估计又是小米Max中枪了吧 现在距离谷歌IO2016开发者大会只有几个小时了 本次大会的一个重点应该就是下一代移动操作系统安卓的N了 不出意外的话将会被定名为安卓的7.0 且将原生支持3D插取压杆触摸操作 画中画分屏多任务单手模式等功能 那么问题来了你还停留在哪个版本的安卓呢 另外小米国际副总裁在推特上透露 小米将会出现在本次IO大会上 从配图上来看或将带来游戏手柄和电视设备 不过这也只是猜测具体什么情况 还是得明天小米来为大家亲自揭晓吧 传言许久的三星Galaxy C系列现在又有新消息了 据悉三星将于5月26日晚上在北京召开新品发布会 相信主角就是Galaxy C了 从之前的消息来看 Galaxy C将有C5和C7两个型号 采用金属机身设计 屏幕分别为5.2和5.7英寸 搭载骁龙617处理器 专门为中国年轻消费者设计 主打性价比 价格获定在1599和1799 誓死要和小米妹族来一次正面刚的节奏啊 憋勒近两年的OPPO FAN9再次爆出给力的消息 决悉OPPO将给FAN9的顶配版配备4K屏幕 内置8GB的运存 而且还会搭载骁龙823处理器 当然有很大的可能是PPT发布 但这配置确实让人非常期待啊 近日有外媒称 美国移动技术公司iSight计划进军VR虚拟现实领域 同时爆出了其全新的VR手势控制技术 该技术可以不需要其他硬件 利用手机的CMOS感应装置 就可以实现非接触式虚拟现实交互 该技术目前仍处于早期发展阶段 不过看上去已经很黑了呀 联想昨晚在印度正式发布了第四代MOTOG系列新品G4和G4 Plus 两者均配备5.5英寸1080P显示屏 搭载骁龙617处理器 G4内置2G运存16G存储 而Plus版本则有2加16和3加32两个版本 且加入了前置指纹识别 售价方面G4暂未公布 G4 Plus两个版本分别售200美元和225美元 此外还有一款定位低端的G4 Play 没有宣布就直接悄悄的亮相MOTO官网了 它配备5英寸720P显示屏 骁龙410处理器 2G运存16G存储 前置500万后置800万像素摄像头 价格暂未公布但应该会低于1000块 但这配置确实也让人毫无胃口啊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科技微报的全幕内容了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 可以订阅我们 这样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更新咯 当然你也可以打开你的微信 搜索公众号VGIR 关注我们获取更多的内容 科技资讯维界播报 我们明天再见咯